HELLO 了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HELLO 今天來看不列顛人對上哥德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呢,很蠻特別的 是不列顛對上哥德 那大家都知道 從以前玩世紀帝國 最討厭就是玩不列顛遇到哥德人 是哥德人的哥德衛隊 打不列顛攻兵非常的痛 那接下來看一下出身點位 9點鐘方向的不列顛人 是YO YO,YO選到的文明呢 是不列顛 不列顛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馴服的動物 吃的速度特別快 所以他在前期很適合打這個棒棒快攻 或是弱馬 那後期呢,可以轉出長弓兵 或是強奴 可以讓這個射程非常遠 但是不列顛人在封建時代的 弓兵射程是沒有增加的關係 所以封建時代要特別小心 不要被對方一波打倒 那不列顛人呢 他後期也可以轉成這個騎兵路線 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有三攻三防 打這個戰毛兵的防護率是非常足夠的 可以讓自己的長攻 可以不被這個戰毛兵所受壓制 那接下來看一下 丹妮爾這邊開搞事了 丹妮爾這邊是出生點位 三點重方向 哥德仁的特色呢 是打野豬的傷害特別高 可以看到這邊一隻村民 直接把這個野豬給搞死了 哇唷,開局被搞豬 尷尬了 哥德仁的開局 因為知乎技術是一秒鐘就研發好的 所以他很適合開局拉一村來搞事了 沒想到我們介紹哥德仁介紹十次 說他開局很適合拉一村去搞 搞這個野生動物 結果這一把來不及講解 就來開搞了 這個沒事在前面解說的時候 都不會發生 結果不解說的時候就發生了 也可以證明了 我真的沒有看比賽內容 那YO呢 這邊是被搞了一頭豬 然後還有被搞了三頭鹿 這個野生動物被射死之後 就會這個食物慢慢下降 所以這個開局拉一村搞事 通常只有這個 瑪雅跟哥德仁 比較能這樣搞 或是 對,就這兩個文明 中國嚴格上來說也可以 但是比較少人會這樣做 好,那哥德仁呢 他除此之外 他很適合走這個馬攻路線 雖然沒有母子環跟安血人戰術 但三攻三法都有 而且也有品種跟跟蹤技術 騎兵路線甚至有大洛馬 雖然沒有三級馬卡 但是大洛馬在後期的騷擾還是相當好用 那他的步兵科技呢 是正常的 但是他的步兵造價 是非常便宜的 這個折扣非常多 而且後期呢 地龍時代人口還要再多死 這死人口多出來 可以多出點步兵啊 或是多出點村民 都是ok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吧 那YO開 開局被搞資源 現在心裡應該是 不太舒服的 不太舒服 但是這邊居然在偷偷開漁港 欸夜市漁港 那這個就賺了喔 那現在阿拉伯 又可以在像以前一樣 開局 就可以看到湖 就可以去開這個碼頭 去捕魚 有人說阿那個魚就只有200 有什麼好吃的啊 重點是呢 這個可以去捕 撒下這個魚網啊 那這個魚網呢 就可以捕非常多的魚肉出來 虛空生魚 那這邊也有一個魚池 阿拉伯以前 在HD時代的時候 是非常多人用這招的 只要看到阿拉伯的魚 喔這把 舒服了 沒想到 這把更舒服 通常魚池不會在這種角落的地方 有可能是在對手家裡 或是在野區的地方 如果被對方生魚遭響的話 也會很麻煩喔 或是被工兵射穿 但是在這個地府裡面 如果這邊可以圍好的話 呃 YO就會經濟非常非常好 好 YO這邊黑暗時代就捕魚 我們可以看到 YO的資源量 已經領先了一點點資源了 這個捕魚的疊加效果 會越來越好啊 好 YO這邊開始補下了軍銀 在丹尼爾眼裡 看起來YO的開局是正常的 正常 沒有太特殊的地方 甚至沒有偵查到裡面這個漁港 沒什麼問題 現在YO只要把家裡給守住 開農上去應該 就可以十那九穩 把這個 三頭鹿的烈士 跟一頭豬的烈士 給打回來喔 好 丹尼爾這邊 肉馬互尻 但是打輸 丹尼爾這邊開局搞事 被野豬頂了一下 肉馬的血量有點殘 但是還好 就補了一隻肉馬 過來收掉了YO的肉馬 那現在YO 現在是轉出了弓兵 但是黃金 開採了嗎 OK 想說你要轉弓兵 不採開採 似乎怪怪的 我以為這上面是主金喔 沒想到這是副金 好 那兩隻肉馬在後面繼續繞 現在槍兵鎖住 就沒問題 現在要特別小心喔 不要讓丹尼爾看到後面這個漁港 來看一下漁港的部分 來漁港開始撒漁網了 一個漁網撒下去喔 有700多肉吧 好像是700肉左右的樣子 印象中 太久沒有撒這個漁網了 好 700多肉 直接吃到爽 所以呢 一個漁網喔 比這個田喔 產生的肉還要多 而且漁網還不需要 去點下什麼農田科技 一開始喔 這個漁網的肉 就非常非常多了 那我記得在HD世代的時候 馬來人的漁網喔 是這個無限漁網 可以一直吃一直爽 然後現在改的比較平衡喔 像變成三倍漁網而已喔 這漁網科技呢 其實就只有馬來人喔 會特別有感 好 這邊直接圍石 讓你鑽不進來 好 這邊防守已經做好了 好 上面的部分要小心被打破 我點下了一擊射 點了一個漁網塔 好 看要不要再過來蓋個房子擋一下呢 空冰上高地 好 有劍塔 選擇撤退 呃 丹尼爾應該是有看到了 這個赤猴的視野其實蠻廣的喔 好 果然有看到 看到你有這裡有劍塔 那我從後面這邊開始進攻 好 拉了更多村民 這樣你的經濟就會拉村民的關係 沒有辦法正常運作喔 就是丹尼爾想要獲得的效果 好 有沒有殺到村民不重要 最重要是要讓你過來拉村 過來防守 好 那這就是他最大的目的了 然後可以看到 歪歪這邊拉了村民之外 過來之後 支援量開始被丹尼爾 慢慢反超過去了 好 但是反超的幅度並不大 好 這裡再補一根劍塔 歪歪 死村挖石頭 劍塔又補了一根 防守做得好 看來歪歪真的很不想被丹尼爾知道 裡面有這個漁港可以爽爽捕魚啊 好 丹尼爾點下了 城堡時代 現在城堡時代還有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城堂中心 現在升級上去 好 再補一根劍塔 防守TC跟農田 這波打的是非常防守 通常蓋這麼多劍塔 經濟都會很落後的 好 但是城堡時代上去 開始就有射程優勢了 還有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丹尼爾這邊漏馬跟毛兵 沒有辦法做到太多的事情了 但這個洞還是可以打破的 現在丹尼爾急需想要溜進去 扁一波 好 先升級了戰毛兵 跟二級色 轉出了騎士 不是走馬宮 因為馬宮路線可能被不列典給射穿 不列典的射程太遠了 好 戰毛兵繼續輸出 這裡稍微收村一下 被抓掉了一村 歪到這邊小張一點 但還好後面還有這片墓區 想要直接硬拆房子 但是打不進去 選擇了放棄 現在城堡塞上去 丹尼爾一直在想辦法怎麼突破 但其實這個時候最好的辦法 就是趕快開TC 開農上去就好了 戰毛兵防守是比較OK的 再繼續強攻喔 就只是會用籃圈供九頭一樣的感覺 很痛的阿 這個一直供一直爽阿 好這裡補了一個TC 防守應該沒問題 但是這個TC要先蓋起來才行喔 哇唷這裡有點危險 補一攻擊七字刀鎖 再擋一下 漂亮這個擋得好 但是戰毛兵 開始抓到車民 再殺了一村 三村拿下 哇唷這波有點小傷 但是資源量並沒有弱齁 漁船的優勢 開始慢慢提升到了 明明被搞了這麼多 但資源量卻沒輸 哇唷這邊經濟還是空的好 這裡天空熊倒地 這個騎士 稍微出來擋一下 好 但是這個 要被打破了嗎 衝了進來了 這一波 來看一下 衝進來 先抓弓箭手 但弓箭手後面有騎士擋住 看到騎士之後往後拉走 騎士往前 弓兵有彈道群 彈念爾會難打 好 逼退 騎士往前壓 雷電弓兵往前 好 右邊的毛兵跟騎士 五隻騎士 現在 要打牙過去的話 還是需要補一些數量才行 現在騎士 只有一擊馬凱 跟補列典一樣 這樣子補列典的 彈道學已經出來了 回頭換了一隻弓兵 好 看一下這邊弓兵的操作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騎士被吸引過去 回拉 彈念爾這邊騎士 要被射掉一隻了 好 又抓到了一隻弓兵 大毛兵數量 現在有七隻 好 繼續輸出 弓兵打下騎士 再換掉了一隻弓兵 又換掉了一隻 弓兵往前 再抓 漂亮 彈念爾這波弓兵 抓得很好 好 但是娃娃的騎士 過來解掉了 但是尷尬了 騎士死光 這些弓兵 好險 沒有被換掉 好 娃娃終於平和了戰局 現在終於有機會 可以出門了 但是弓兵現在數量 不太夠啊 好 現在兩邊再稍微農一下 開始把弓團七製造樹 往前補 那這裡要走 奴炮還是投石車呢 投石車 投石車還是比較穩定 還可以反制奴炮呢 哇這個六隻騎士 看到村民出來不打 選擇往回拉 打這麼保守的嗎 是我就貼上去扁他村民了 那就是我爬不上去的原因嗎 其實我也沒有這把就是了 好 那現在城堡 補下了一個 不補在高地上 OK 現在七隻騎士 數量保存得很好 戰毛兵 再稍微擋一下 兩隻騎士 有危險 快點被早搶掉 好 公兵再次往前看一下 狀況 稍微打一下 往前點一下 就被戰毛兵點掉了一隻公兵 有點尷尬 OK 八隻戰毛兵 現在數量 還有再繼續補 問題不大 好應該沒意外的話 兩邊不會大打出手 工程器知道所拆掉就走 好蛇女過來 招翔 沒招 被點掉了一隻生女 蛇女往後拉 再繼續招翔 給騎士壓力 頭車要小心 竟然騎士數量夠多了 可以直接上 這一波果然硬上 這一波頭車第一時間被打掉 後面的公兵開始往前 生女在招翔 這一波騎士 直接壓過去 可以吃掉所有 YO的公兵 可以但是後面有城堡 這裡要小心 這一波交換之後 丹尼爾非常賺 騎士全部殘血 但殘血的話可以用 生女拉血這個血線 問題不大 這波虧的是 YO 但是YO的 漁港的威力 已經越來越猛了 竟然資源量慢慢快要領先了 這二級法木一直沒有點 經濟不是那麼的好 現在出去急需木頭來源 現在木頭只有這三片木區可以用 現在目標是要守出木區 木區守住就有機會 丹尼爾這邊補下了跟蹤技術跟輪軸技術 開始把這個經濟補起來 還有這個騎兵路線 有人會說 哥德人投資騎兵會不會很虧啊 其實不會的 這城堡時代打騎兵 帝王時代打肉馬配哥的衛隊 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搭配組合 好 生女全部倒光 現在戰盲不兵還有九隻 YO帝王時代補下 哥德人 就是不要太堅持 一定要打步兵 新手們 最常玩世紀帝國遇到的問題是 他是步兵我民 所以我一定要打步兵 他是攻兵我民 我一定要打攻兵 其實世紀帝國不是這樣的遊戲 他只是在類別類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更多的還是要搭配這個兵種的組合 去換取更多的優勢 當然你在新手時期的時候 可能用單一的兵種就可以打贏對手 這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這裡生女招翔 第四眼被打掉 沒有招翔到任何一隻騎士 攻兵攻兵往後拉 攻兵沒有收到城堡裡面 讓村民住進裡面防守 好 這裡用V陣躲掉了城堡的傷害 丹尼爾這波打得還不錯 用次代也要補下了 但是YO升級已經剩下不到50秒了 走推車也點下了 好這邊再稍微射一下 唉唷這個戰毛兵 他點掉 OK 看到殘血了 渾身不舒服 但是高地工程器製造所來了 高地就是要蓋工程器製造所 不然要幹嘛 OK 丹尼爾這邊防守做得很好 那回頭子車一出來 就算兩邊頭車互拍 丹尼爾一出來就有高地優勢 頭車也拍不贏喔 這波包夾 騎士直接上去硬敲 封兵高打低 傷害有點痛 但後方有戰毛兵應該是問題不大 頭車出來拍個一下 這就是 工程器製造所 全拍全吃 這下舒服了 YO 頭車 太猛了 直接吃了13隻的工兵 YO 這邊開始再慢慢轉型 轉棒棒 走民兵 看到你轉哥德衛隊 那還好 不列電劍兵友誓是全滿的喔 YO軟甲喔 什麼都有 該有都有 轉劍兵友誓 非常正確喔 畢竟哥德衛隊 已經點下了無政府狀態了 那接下來 薛影就可以荒產 這個哥德衛隊 那如果這邊轉劍友的話 這邊騎士也可以打得贏喔 只要數量夠多的話 好 這邊直個城門 騎士想要衝過來 進不去 稍微堵口 好 繼續 繼續 繞不進去 想出來 繼續圍 騎士變成 懵中之鱉 哇 YO這邊手術 有點像viper啊 哇 YO這個打得好漂亮 好漂亮 好 那個懵中之鱉 還是得靠一些長攻解決 好 這一波的工程 YO的建築學 蓋得很好 騎士衝進來 沒有賺到任何的舔頭 戴尼爾有點 太放縱自己了 想說直接把騎士 往裡面獸 轉步兵 騎士就不空了 好 剛剛想法應該是這樣子 好 YO這邊雙手劍兵升級好 欸 雙手劍兵 還不是雙手 好 雙手劍兵 需要三百肉 再等一下 等一下 那這邊田大會要多撒一些囉 好 現在巨型托斯基 還在攻城 結果這個長攻 不用駐守模式 直接被吸引過去 被城堡射光了 好 結果這個木槍也被打破 再毛病直衝 裡面 到底彈尼爾有生之念 有沒有看到裡面會有個漁港呢 但是哥德爾現在經濟還是遙遙領先 大概領先了快要兩千之人 好 康劍兵直接手刃 這些 這毛病 好 走進來 終於看到了 你真的是有漁港 哎呀 傻眼 鮮扁漁船 好 大家可以找漁船 很賺 沒有先打殘限的 YO的劍兵打不贏 但是兩邊劍兵又來了 好 正面這一波劍兵對抗 各隊隊拿到了優勢 雙手劍兵還沒有升級上去 虧了 好 這一波丹尼爾看到 你有捕魚優勢 有點慌 不能再讓你爽下去了 趕快要一波帶走你 各隊隊 瘋狂報案 開始了 各隊人的帝王時代的優勢 兩百一尺人口 好 這裡 各隊隊遇到常攻 雖然太多還是有點偷 還沒有點精銳啊 防禦力只有6加2 難怪適合穿 現在傷害應該是10點 所以射一下是2滴 還是有點痛的 各隊隊現在沒有辦法突破這邊 其實這邊可以考慮嘗試用衝車 雖然沒有大衝車 但是現在基礎的衝車的傷害有所提升了 所以各隊的人現在可以多多嘗試使用衝車突破 這邊巨型投石機的城堡防線 其實對不列電來說相當好用 但是現在 YO轉出了劍兵勇士之後 衝車的工程效果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為什麼哥德人這裡並不打算使用衝車 也是有他的原因在 那個 劍兵勇士有點麻煩 不然就是斬火炮就行了 好 這裡雙組劍兵 準備要來升級到劍兵勇士了 好 可以再補個10強 哥德威隊全部送光 好 連緊噴都點下了 待會就要產出大量的 哥德威隊了 我要補出了一個劍兵勇士 更多的劍勇 要先把長攻拿下嗎 怎麼覺得丹尼爾的 哥德威隊有點在逛街 好逛起來了 右邊補了一個城堡 劍兵勇士開始往前補 哥德人有點卡人口 還少一個房子 205人口 來 敲一下 城堡 還有50% 掉不起來 這邊劍兵勇太少 而且攻擊力沒補上去 劍兵勇士擋不太住 好拉了更多衝過來 這邊倒特寶了吧 劍兵勇士一直往前補 希望可以換掉更多劍勇 但是丹尼爾不甘失落 也繼續補了各多的哥德威隊 往下 從北往南 開始進攻 但是城堡最後還是蓋好了 但是後方的兩台巨型抽屍機 已經在攻城 這一波哥德威隊 最後是沒得守得住 這一波的 蓋寶村民 但是城堡要順利拆掉 趁勝追擊 把長攻拉到了前線 射殺了幾隻村民 這個城堡 好 要拿下了嗎 那哥德人現在要打進劍勇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轉出火槍 火槍 搭配哥德威隊 但是現在轉火槍的話 也有可能會被長屋給射彎 這邊就是比較考驗 操作 控兵的部分了 用個時代 控兵是最麻煩的一件事情 兵太多 有點難控 好 巨型抽屍機 應該還是要順利拿下了 好 最後一發 但是哥德威隊在正面 直接被金融砍破 完蛋 這波長攻帶過來 還有9隻長攻 在後面繼續輸出 金瑞哥德威隊一直沒有點下 三攻也是 加尼爾要被一波帶走了嗎 但應該不會 有164隻村民 金瑞應該是可以扛得住 但金融這邊高打低傷害實在太猛 一直擋住 不被 長攻不被騷擾到 哇 這一波 哥德威隊很傷 哇 是那打不贏嗎 哥德威隊好難受 好 終於抓到了幾隻長攻 但是金融的優勢已經全滿了 現在高打低 四刀砍死一隻各位 沒有問題 好 高打低 好痛好痛 哥德威隊現在扛不住 四刀一隻的 劍兵勇士 好脆好脆 資源已經來到了緊繃 農田我在灑 這個城堡能夠蓋起來 但是城堡被手撕掉了 劍兵勇士直破這邊 哥德人轉出了裝甲步兵升級 想要轉一下裝甲 防擊一下 好 劍勇對撞 誰輸誰贏 還不好說 哥德人有成本上的優勢 但是沒有三級甲 但是威歐這邊的資源量也蠻穩定的 黃金數量應該是還能繼續照 好 沒有看到哥德人轉火槍 不列電人很開心 我就去劍勇跟你玩 好 哥德威隊也是想要從後面偷偷溜進去 但這邊防守衣袖是做得很好的 好 上面有城堡 現在上面進攻路線已經被阻止了 松手劍兵點了下去 這裡補城堡來得及嗎 農田被控就完了 加尼爾 加尼爾 完了 田要被控了 現有開砍 說明死的死 逃得好三刀一隻 好 這個城堡蓋好了 現在 全部吃光 見面我是 還沒辦法升級 居心抽吸 補個傷害 手撕城堡 城堡又被砍倒了一座 丹尼爾這邊GG可為 要GG了嗎 現在黃金量還不穩定 現在的黃金只剩下8個人在開採 YO已經控住了附金 這個野金才對 現在黃金不太缺 現在只要產出更多的劍兵勇士 可能就可以拿下丹尼爾了 好 這邊長弓看到你轉劍勇 啊NO 就開心了 趕快補弓命開採 長弓繼續按 趕快 按起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市集現在的價格 現在市集價格可以看到 15還可以賣一堆黃金 好 我又賣了1,000食物 換了799塊黃金 只能說這次市集改版 很有感啊 賣食物真的很賺啊 好 又1,000多塊黃金可以花了 現在長弓高打低 優勢很大 最近投石機還在輸出 沒有錢修理城堡 石頭買不起 丹尼爾這一波即將被帶走 長弓後面繼續輸出 哥德國隊想落到後面 解決這些長弓 但是歪歪有在防守 好 哥德國隊流不過去 歪歪點下了精銳 長弓兵 還有義勇騎兵 射程來到了最頂尖的狀態了 好 三個勝負打分 現在黃金只剩下少量的一些 丹尼爾賣了515塊 換了277塊黃金 OK 但這一波有點扛不住了 哥德國隊被高打低的長弓 傷害的有點痛 最尷尬的是哥德國隊在後面 還沒有點下精銳 這一波衝鋒 那你也希望可以打破缺口 增入進去 但是歪歪這邊防守得很好 長弓繼續走進去 哇 開始亂射了 現在長弓的優勢非常巨大 來一隻劍勇 我射一隻 一發一個 沒問題 全部拿下 這邊是繼續開尻 這邊完全擋不住 丹尼爾打錯了GG 恭喜YO拿下比賽勝利 哇 YO這波打得很好啊 雖然經濟一直是落後的 但是丹尼爾這邊 雖然經濟贏了 去蘇六比賽 村民真的是安太多的關係嗎 還是沒有轉火槍的關係呢 但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問題 問題都是 YO這波 碼頭打得是真的好啊 這個漁港 讓他前期損失的那頭豬 跟三頭路的劣勢 就有點抵消掉了 那後面那個經濟又很好 而且長弓跟劍勇的轉出來的時間 都是非常適合的 都是確認對方轉兵自己再轉 那哥德倫這邊要打贏這邊的打法的話 可能只能靠劍兵有事 配唱戰毛兵 才有可能反擊回去了 用哥德威隊打長弓 雖然很好 但是難以突破劍兵有事的防線的話 可能還是比較沒有太多的機會啊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大家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